200年不遇的太阳风暴 让鸟类开始迷失方向 不仅如此 飞机也失去控制 落在了高压线上 救援队很快赶来 即便已经断了电 受太阳风暴的影响 依旧产生了感应电流 困在飞机上的有三人 其中一个患有重病 队员很快就在下面铺好救生电 队长让他们依次跳下 虽然很高 但现在没有其他方法 他把队讲机交给了女人 然后众生跳了下去 救援队成功接住了他 紧接着轮到女人 但他却拒绝了 不是因为恐高 而是他不能抛弃自己的丈夫 队长尽力安抚他 等他跳下来后 他会想办法 把他重兵的丈夫救下来 而且受太阳风暴的影响 高压线随时都可能烧起来 丈夫也劝他 让他想想他们的孩子 为了孩子 女人终于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紧接着 队长准备上去营救重兵的男人 他戴上绝缘手套 从高压线上一路爬过去 现在必须争风夺秒 很快他就爬到了飞机上 而不远处的电流越来越大 他们得赶紧穿上防护服 在队长的帮助下 重兵的男人 吃力地穿上了防护服 接着 就是从这里下去了 队长用吊绳 慢慢地把男人往下放 队长一直盯着 不远处的高压电 一旦有危险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通知队长 赶紧离开 很快 重兵的男人 就被成功放了下来 队长赶紧上前帮忙 而就在这时 远处的电流开始变大 他们大喊着 让队长赶紧跳下 就在危险逼近的最后一刻 队长成功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还好是有惊无险